请到时间为三十分钟 主席 我们请院长 您为您好 辛苦了 最近为了刮苏华公路 满头包 有一个问题 这不是今天我问的主题 什么叫做环保团体 环保团体 我想应该是 关心我们环境的保护 生态的平衡 然后去依人民团体法 或组织法所组成的团体 叫做环保团体 澎湖有大概有七八个环保团体 是由十个人组成七八个环保团体 他也称为他环保团体 他那出了一个报纸 出了一个公文的话 所有行政体系人都吓死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定 什么叫做环保团体 这事实上你把它查清楚 澎湖有大概七八个 什么商量协会的 海滩协会的 保护协会的 看的名字拨到那十几个人做的啦 那你在行政立场上 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 当文婉处有一个台湾案 他们讲说反对 不是地方有个建设案 他说反对 那就表示整个环保团体全部反对 但是这中间 因为我们是自由民主的 法治的国家嘛 他在依法组成 那不能说 因为那三个人 我们要邀请 说明的对象的时候 会请环保署 他比较了解环保团体的 虚跟实嘛 邀请的大致上 都还是 还是真正 如果每个案子 小小的建设案子 都要去照会环保 照环保署的话 永远没完没了 我想你心里也有数 我心里也有数 既然目前 大家都怕人家 环保团体 好像比太上謊 我说很糟糕 你知道吗 行政单位 他有承担 有担担嘛 不然说那些 说到这些 我们不要被他批评 这种 三五个人 心里就是环保团体 也没有公信 一个环保团体 讲话 你们就要怕死 怎么执行呢 你有个人指教这一点 我已经请环保署改进了 这一点 你应该请环保署订定 这个环保团体是不是有资格 有的能力 实行环保政策 他如果没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什么 有的一个人 两个人 一对人 他也说是环保团体 他就立刻给你帮跑 他们建设不敢做 这不通啦 这不通啦 您指教的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会很审慎的考量 我希望环保团体 依照它成立 要成立之后 行政单位要好好去了解 这些环保团体 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 以及它的公信力 不要说老师 挂个环保团体 我怕死 今天到目前已经到六十几万 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陆克给澎湖的帮忙 那 盆管处观光局的努力 这样今天这个 美式商店的这个设例 让这个澎湖的观光 有 有点 进步 台华轮 我请教一下 你 各位 台华轮要进场修理几天 进场 各位要修理几天你知道吗 那这次安排了八天 然后海象不佳 又临时停航六天 都是事后报备 那前一个 也是事先没有报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应该由交通部来 开罚 然后要辅导的 我我简情简单 他无法不贵就无贵 我的服务处啊 电话被打烂 人家说十几天开没拨掉 拨不 他不是客轮而已 郭佣金收尾汇吻也 还是扣台华轮 十几天不开船 打电话没人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是不是请毛部长 我想你以为 这件事情我们 我们真的非常抱歉 这个 这个 我们将来会要求他 就是说你这个台华轮的 这个维护 尽量是利用在海象不佳的时候 他本来是安排淡季啦 但是那就是说这个 目前这个可以讲是 很不妥当 郭佣金收尾 台航的总 今天是董事长 是不是你派的 是 你派的 他没有进责 你没有能力撤换他 我想我们会来检讨这个事 没有 我真的经历了 你能力撤换没有啦 是 我想我们会来检讨这个事 今天 他这样没有过到 拼给你 到的交通问题 他跟他拨议 你没有能力撤换他啦 我们非常抱歉啦 我们会来 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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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 是 定12 12天的 修理准 保养 11月份哦 再一月哦 给你拜12天哦 你要走几天 如果靠着牌子 要走几天 你跟我说 我就不用驾驭嘛 对这个非常抱歉 我跟你讲 人家抗议人家有道理啊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抱歉 台南的走哩 教育的走哩 是这样台华轮不能走 你台湾还比他们大啊 抱歉抱歉 我想这个真的我们要抱歉 你如果过去台华轮 来驾到台华轮 你三四天驾就不错了 我还用这份 用飞车 再来台南 再来教育 人家走啊 你台华轮不知道 这不是教育人 将来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有替代方案 我想这个我们真的非常抱歉 不要跟委员抱歉 我重点啊 今天部长 重点就是说 台航的立场上很简单 我不要走嘛 台航的立场很简单 我当民跟我说过 我不要走嘛 那是政府的事情嘛 我走我了解 我不要走不快 我不要走不完 这种心态没有说以照顾 领导居民的心态 我们为什么把船要委托给他呢 我们什么总纯委托给他呢 我真想不透你听吧 我想不透了 他们才 帮你车上 跟你说 他说 我今天没有要走 就你计划会 问他为什么 没有要走就没有要走 你问什么 背心吗 他到我第四驟 他怎么会通 院长,我真的蛮感触的 你到马祖去 马祖要坐一条船,也是六千多栋 马上就是在扩大这个这个这个 振兴经济方案公共建设里面,整个变弱 我看完了交通部的报告 就是台湾人更新的报告里面 也建议说一定要做 报到行政院 行政院为什么,什么理由 把他退回交通部 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尽快核准 为什么行政院把他退回交通部 我搞不懂 现在马上就一上边下去,马上就坐 交通部做的评估报告 跟你讲说可行 如果政府盖完之后 造船造完之后交给民间经营 如果没有每年一亿的折旧会的话 这些船公司还可以赚钱 这样的一个评估报告 送给交通部,交通部送给行政院 退回来 退回来是要干嘛 我不晓得 你退回来现在要干嘛 我请教一下 你把他退回来,退回来要干嘛 你没有办法交代 院长 谢谢 你把他退回交通部 我相信你事情做了 是怎么退回来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了 是不是哪一组把他退回来 什么理由退回来 但大幕前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部长是不知道为什么退回来 是,跟委员报告啦 就是说从比较 在相关单位在审查中 比较狭隘的角度来看 就担心这一个案子 他将来财务上是不是 会造成过大的负担 也认为说 马主会赚钱吗 换民间的 或者民间的 马主会叹钱吗 对啦 我没有相信马主会比较比较比较贪 对啦 马主了解了得得够死啦 马主就可以处理啦 彭虎人家评估报告说 还没 这个这个 如果得救会不算的话 还有盈以可做 对 他的条件比马主好 马主已经决定做了 彭虎要退回 报委员 我想当时这个 我的了解啦 就是说 行政院其他的部会认为说 彭虎相对来讲 他民间的船部也比较多 所以等等有那些意见了 那现在这个案子退回到交通部 我们再重新做 做做检视了 我想我们将来会建议 今天我坦白讲 我希望你要拜托异党啦 这个案子 不只是你 总统也一再到澎湖 就先是台湾人跟上去要做 上次你说你也告诉我要做 我希望你今天很清楚 评估报告出来 是说 可以做 必须要做 如何来调整 你们的设备 都已经很明确的东西 我希望吴院长 你今天很清楚的表态 马祖都做了 马祖都做了 彭虎可以不做吗 谢谢 林伟 虽然毛部长刚才提到说 他报告到院里头 院里头 以 马祖比较没有民间的船只 而彭虎是有民间船只来运输 所以在考量各种的因素以后 先退回交通部 我现在请交通部 在重新检讨后 我觉得应该有重新考量的空间 毕竟民间 民间的船只有来往于台湾跟澎湖之间 但是民间的船只 或许他会比较考虑 经济 也就是收支的这个因素 可政府能确保 至少有一条 可以让台湾跟澎湖之间 这种交通上必须的一个船只 我觉得在政府来讲 虽然可能没有利润 但是应该也要有给澎湖人 一条比较安全这样的一个船 我会重新考量 院长部长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民间投资 海洋拉拉号 七八级风 弄在哪里了 他当时要海洋拉拉号 从台中要讨马公的时候 就跟他特别提了 这个船没空的 没空的 不听 破海拆家出人命 现在所有跑台湾的民间船 只有在什么时候做 夏天 冬天全部断 台湾轮最大的功能 就是在冬天 能够行驶 台湾海峡 其他的民间的船 没有一条可以行 台湾海峡 只有过轮 勉强在运输 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轮是在澎湖两岸 澎湖的这个 这个台湾跟台湾本岛的交通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就考虑说 民间就在做民间都在做民间都在做民间都在做你不敢说 你这个报告如果这样讲给朋友人知道朋友人就笑死 因为我们知道嘛 就暖天才有嘛 暖天才要做什么 在观光客嘛 比较稀嘛 对一个北京去找台南做 去跟他做 有所嘛 台湾的朋友人都在高雄在做台湾轮嘛 大质嘛 舒适嘛 所以你们为什么平方讲说 那有就明天在做了所有台湾人我们再考虑 再考虑看看 这种想法真的要不得 是了解 因为你看他讲的合情合理 而且澎湖也应该有一条 在即便是秋冬之际也能够航行的船只 我想我们行政院会 在接到交通部的重新评估的规划以后 一定会很郑重的考虑 有一点啊 我当时我是外行啊 是 我现在请教部长 一国会 10,12天在保佣 会想你去破壁 这我会来了解 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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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用 就看他进行的是 集集保养 我想我会去了解一下 这一国会 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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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你说 他就不开 他跟你很清楚 他就不想开 这个 这个情况下 我跟讲部长 我告诉你 如果他继续在排座 颁表 我会 要求你 策范 台湾的董事长 跟董经理 我这一国会 追究 他这没道理嘛 这一国会 一定会跟你说 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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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担当 担amos 担amos 对不对 人家 正常 想到 这一国会 十四年 这一国会 所有都不担 aqu 起来 对支 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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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